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咱们来说说越南的末代皇帝宝代及其南方皇后等四位后非的故事 越南阮朝,国号大南帝国,中国人称之为安南,阮朝末代皇帝,年号宝代,名为阮福田 他于1913年出生于当时越南的京城顺化 在法属印度之那,越南自北向南分为三部,北为北齐,中为大南帝国,也就是安南,南为南齐 其中北齐和南齐由法国直接统治,大南帝国则为法属印度之那联邦境内的自治国 1922年,九岁的阮福田封为皇太子,随后被送往法国 先后在巴黎康多塞中学和巴黎政治学院就读 1925年,阮朝起定地去世 1926年,十几岁的阮福田在顺化紫禁城登基,成为大南帝国皇帝,年号宝代 随后他又回到法国继续完成学业 当时北齐、中齐、南齐实际上都在法属印度之那总督的统治之下 1932年,19岁的宝代帝返回越南开始亲政 年轻的宝代皇帝怀有改革的远大抱负 希望越南能够像日本一样,实现独立富强 他迅速地进行了一些改革,包括放弃,如三贵九寇之类的救习,并改组内阁 1934年,法属印度之那总督皮埃尔·帕基耶遭遇空难去世 使得宝代失去了一位热心支持他改革的人物 之后,宝代向法属印度之那新任总督乔日卡特鲁等人所提的改革方案 均被树枝高阁,因为宝代实际上并无多少实权 二战中,1940年,法国被德国击败,日本趁机进入越南北部 1944年7月,美英盟军解放巴黎 1945年3月9日夜,日军发动三九政变 推翻法国在印度之那的政权 3月11日,在日本支持下,宝代帝发布独立宣言 宣布脱离法国,越南独立,并加入以日本为首的大东亚共农圈 决定与日本合作 这一年,由于自然灾害和日军强征粮食 越南北部人口密集的红河三角洲发生了严重的饥荒 8月15日,日本向盟军投降 8月19日,胡志明领导的越盟在河内夺取政权 成立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 8月24日,宝代下诏,宣布退位 他宣称,愿为独立国之民,不做奴隶帝王 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 宝代成为共和国的首位公民 按照波斯坦协定 越南南部的日军向英军投降 北部的日军向中国军队投降 英国军队协助法国人重返越南南部 卢汉率领了中国军队也进入越南北部 1946年3月,宝代跟随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团出访重庆 之后,宝代并未随访问团回国 而是前往英属香港 并最终在香港潜水湾域所过起了流亡生活 在宝代流亡香港期间 越南的各派系以及留在越南的法国人之间 开始了复杂的武装冲突 法国人希望宝代出面组建新的越南政府 1948年6月宝代返回越南 1949年3月宝代去巴黎和法国总统樊尚奥利奥签署协议 在法兰西联邦内建立自治的越南国 宝代成为越南国国家元首 兼任总理 首都为西贡的越南国 得到美国、英国和联合国的承认 而胡志明在越南北部河内建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 则得到苏联的承认 越南实际上分为南越、北越 法国与北越的战争继续进行 1954年北越在殿边府战役取得重大胜利 法属印度支那瓦解 法国与北越签订日内瓦协定 结束战争 确定以北纬17度线为界 将越南分为南北两部分 法军撤离越南后 宝代任命吴廷岩担任越南国总理 1955年吴廷岩组织了公投 结果大部分人支持废除宝代的皇位 于是越南国结束 成立越南共和国 废除宝代的皇位 吴廷岩控制越南南部 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宝代再一次流往海外 选择在法国巴黎度过余生 从此很少过问越南失误 不过 宝代曾公开声明反对美军驻军南越 还批评南越总统阮文绍的政权 1975年越战结束后 1982年宝代访美国 会见了加利福尼亚和德克萨斯的 美国越南裔社团 1988年 宝代在巴黎 皈依罗马天主教 圣名让罗贝尔 1997年 宝代在法国去世 年84 他埋葬在帕西公墓 他作为末代皇帝 只有年号 没有庙号 世号 零号 宝代一生都是法国人的傀儡 何以解忧 唯有纵情 声色 他一生中拥有许多女人 其中有名分的后妃有四位 南方皇后 出身于越南贵族家庭 她有20世纪亚洲最美艳的皇后之称 但是最后 由于不喜欢宝代的风流作风 而与之分居 最终孤独的在法国乡村去世 她与宝代同岁 去世于1963年 年50岁 1945年 宝代认识了越南女子裴梦迪 并在不久之后纳其为妃 2011年 陪孟迪去世 年87岁 40年代末 宝代又认识了越南女子黎菲英 也立为妃子 她1986年去世 年61岁 在香港和巴黎 宝代喜欢去夜店 有一些香港武女和法国武女 作为情妇 1982年 宝代又娶了法国女子 莫尼克伯多 视为太方皇后 她比宝代皇帝小30多岁 2021年去世 年75岁 这些女子为宝代生了五子妻女 这些子女分别定居于法国美国 好的 朋友们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